我整个人生因为圣经而变化 你为什么要写一本圣经中的爱怨传统 其实这是对于中国人而言 这不是很吉利的东西 可是对我研究爱怨是被中国人写的 那真实本身就是力量和自由 我认识荣修女之后我就发现 就是修女可以做得这么自由自在 可以做得这么真 然后就是整个颠覆了我 在我心目当中修女的这个 对修女的这个认知 我们每年好像一千块 零八千 对 你觉得太少了 这在很多修货里还是很多的 关键是你一千块钱 你买几件衣服 你去修货生活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对年轻人它还是有吸引力的 摆脱二元冲突的思维模式 抵挡消费主义的审美趣味 逃离世俗成功的行动逻辑 在随波逐流的人潮中逆流而行 反抗集体无意识的虚无 抵抗人的异化 向深学家求真理 向艺术家求美 向行动家求善 点燃平凡 而不平庸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县县教区 对 那个教区里面有教堂 对 你觉得修货生活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对年轻人它还是有吸引力的 因为越是发达 就越是大家觉得科技的发展 生活的方便 修货生活可能越具备内在的吸引力 因为它本来就是 灵性层面的这样的一种扎根 可以说丰富 所以无论在哪里 估计它总会有它的吸引力 这个时代生肖手了 但是修到人的喜乐的生活见证 包括使徒服务的活力 其实还会吸引人 人是幼儿教师 对 我在这个有信仰的这种团体生活当中 我感受到主的这种照顾 和在他那里得到的那种一无所有 但是一无所缺 我愿意把我从天主那里 和这个团体那里 然后得到的爱 然后去分师 做修女之前是干嘛的 一个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 那你怎么会想到来做修女的 修会里面办了一个高中班 然后我就到这个高中班来 上学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 我看到很多的修女就是 他们都活得很喜乐很开心 所以这时候呢 就让自己产生了一种想法 就是说原来人生当中 还有这样一个选择 也可以做修女 我感觉这个工作应该是一种大爱吧 在社会上是一种小爱 可能只是满足我自己 我快乐就可以了 到现在然后两年之内没有手机的话 我觉得这种去欣赏 包括去体验然后身边的人 觉得有了跟人然后去相处的更多的机会 你是怎么样想到要当修女的 最初想做修女其实是非常被迫的可以说 就好像天主在你的背上 在我的背上逼着你要这样一样 不是不是我自己非要选择这样 当你想做修女 你开始进入修会的时候 那一年是你几岁 我开始选择的时候 刚刚十九岁 十九岁应该是马上要读大学的了 马上要读大学 我是高考 我是高考师利 高考师利 而且呢这个高考师利呢 是是错不及防 就心底里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去安静 当时就觉得是对我来讲 是不能接受的 人生的第一个失败 真正的失败 努力过了 努力过了 但是我失败了 其实人生的第一个失败 真的可以成为一辈子的祝福 我就是这样的体验 可是这个当时的经验 非常痛苦的 就是就是要死要活的 你刚才讲的很重要 人生的第一次失败 有可能是成为人生最大的祝福 我我真的觉得 其实真的人生很长 马拉松嘛 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 就是因为成绩啊 因为怎么样 真是痛心 一直都有种那种 无所谓的那种感觉 是吗 有没有 这是我爸妈和我弟弟 哦 你爸妈和弟弟 你那天说你妈不在了 我妈妈不在了 哪一年过世了呢 13 13年 我面板我一刷 还行 五股小 我面板我一刷 我面板我一刷 这刷状况要吃吗 顽皮吗 他那过星期的时候背着书包子起来 我上那块生产队 我去上生产队的上第一次出宫 生产队叫出宫啊 整宫会儿的 我起来二十二坐着的 我说怎么你二十二坐着的 我说怎么走你子 那我把他那是过星期的 那小时候乖啊 怎么乖啊 很乖 从小就不知道说不得 从小就不得 从小就不得也不得 但是人家也没错 无人不犯错 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 要去做修女 当时你愿意吗 也不是不愿意 也不是愿意 自己走自己的路 你其实闯一趟天里去 自己闯 所以哪怕他不愿意 他心仰里其实我感受 他们都不太愿意 我当时我女儿 可是你自己愿意啊 那怎么当你啊 对不对 你还是自己要摸索啊 最初的几年 在修会的生活里边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犹豫的 特别的犹豫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否合适 可是慢慢的这种被迫 真正的成了一种感愿 那你这种犹豫的时候 你是靠什么力量支撑下来的 那犹豫也可以放弃啊 在非常宁静的这样的修会生活里边 其实要发现 就是我可以投注一生的东西 也很不容易的 可是在这种时候呢 那是伊纳绝的分辨的一个 一个非常普通的原则 非常帮助了我 伊纳绝的分辨里边 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你心里纷扰 不知所措 失去了平安 宁静 那你不要做任何决定 你等你心情平复下来 心里感到起码的平安 基本的喜乐 你再去看 你是不是还要 还要离开啊 还要怎样 所以我每次有愤热的时候 去找神诗谈 得到的答复就是一样的 等你心平起合 你回来再谈 可是等我心平起合 我就不要走了 这样反复了好几次 不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做决定 对 能不能这么理解 对 所以一个人 哪怕也要做决定 也是在你心境 非常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样子 情况上做决定 可能意味着一个人 是在自由的情况下 做决定 可以这么说 如果说当你一个 有情绪波动的人 其实你是被情绪掌控的 你已经失去自由 你怎么会走到 研究 《希伯来圣经》这条路上 那我最初接触圣经 那个时候还没有 整本的这样的圣经 都是分开的 新旧约是分开的 我就喜欢 我就是莫名的喜欢 因为可能我喜欢 文学和语言 所以就喜欢上了圣经 我就天天抱着这个圣经 特别好多兄弟 都有印象 我自己都知道 就在我们那个廊道里边 就这样转啊 下雨啊 别管什么天 就抱着一本圣经 就来回的读 经常这样 我还把英文的找来 英文中英对照的 这样读 被他的道信 对 就是莫名其妙的喜欢 对 然后后面走这条路就顺了 后面我读圣经的路 是非常顺利的 可以说 最初去读 在菲律宾去读书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要读圣经 而且我要读旧约 为什么要读旧约呢 因为旧约很人性化 因为旧约有很多 人的限度啊 问题啊 我说我们看旧约圣经 它比新约相对丰富许多 因为有许多人的挣扎 这也是我喜欢旧约圣经的原因 最初去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 菲律宾的一些老神父 就问 你是怎么读啊 你就是读一读啊 你还是专业的呀 那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 也是很有点傲气的 那我当然要读专业的吧 他们就哈哈大笑 他们就说 哪里有中国人读这么多语言 还得搞专业的 你还 你不知道有多难呢 我说我管它难不难呢 反正我认上一条路了 我管它呢 有机会我就去读 所以希伯来文学了整整四年 希腊文也学了整整四年 那旧约圣经当中 哪个人物最吸引你 你最喜欢 我最喜欢的 其实可以应该算作是 约伯从开始学习圣经 就是约伯就对我吸引力很大 然后艾哥的团体 他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 可是现在苦难中的团体 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 现代的许多人的处境 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虽然我们没有 以色列人的这种 国破家亡的经验 可是就是经历生命的破碎 苦难 或许比之前的 之前的一些阶段更加普遍了 那我自己个人呢 也特别喜欢路德 为什么喜欢路德呢 在我们的背景之下 或者哪怕是不同的文化 这个婆媳关系是最难搞的 可是它却成了一个 一个爱的中性于这个关系 人爱的 就是中性的关系的一个楷模 其实你没有进入婆媳关系 所有的婆媳关系 你也只是一种想象 可是在家里边也经验 对不对 母亲和奶奶的关系 不是吗 对对对 你也观察 你也经验 那你觉得路德什么地方做得好 让你觉得喜欢 我觉得路德 其实他是一个义无反顾的人 他的对 那圣经可以说 他最后进入了 以色列民族的团体 他也和里边的 以色列的神建立了关系 可是他源起于 他对他婆母的 真的中性 他愿意跟随他 哪怕一无所有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到哪里去 我也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亲生母亲 说这样的话是合情合理的 但对一个婆婆这样子说 而且都还死了儿子了 都还死了 对 他讲这样的话 其实是很难理解的 很难理解的 没错 所以他肯定是在Naomi的旁边 他领会过 体悟到这个耶和华这个真神 也是他的神 如果生命 他如果没有建立起自身关系 不可能跟人这么老的 透过Naomi的人生的状况 或生命的经验 或许卢德愿意展开一个 像探险之旅一样 愿意向着一个 更大的为之开放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或许 就是圣经在谈天主是爱的时候 这个爱是有内涵的 那他的内涵是什么呢 就一定离不开慈悲和正义 这两个一定要柔和到一起 我们来到我们大概去神学院读书 真正教书在神学院就不多了 所以你是第一位 第一位的天主教的旧约博士 还是一个女性 真的确实开出了一条全新的路 在你后面就慢慢有旧约的博士了 我是希望 对 其实我觉得 我总是在努力的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旧约圣经 也没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也是非常需要的 也是很接地气的 也不是书家里的这种研究就够的 你在研究西伯来圣经当中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因为我常觉得我收获了很多 我收获了我的人生 因为圣经 就是我整个人生因为圣经而变化 当你真的打开圣经 你会发现 哦 原来它是活的 它是生活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 那如果我们真的 真的去活出人本真的这种样子 那一定要走入实实在在的 和神和人的关系里边 我们才能 这必须是个前提 我们才能谈信仰 他从出国回来以后 我们这段时间以后 他的变化很大 因为他内在 就是他特别自由 而且就是他真诚地对待每一位 而他的事业也特别广 不是说不单来他注意的是天主教会 而是整个的一个教会 你在没有读希伯拉圣经之前 你对上帝的认识是怎么样的 你读了 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 你的神观跟人观 我觉得如果没有圣经的话 我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这个神 他慢慢地真的生活起来了 这个生活的过程 也是其实是非常漫长的 我觉得 那学圣经 不单是学习圣经 我觉得我的教育的背景里边 给我一个很基本的 可以说内在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基本层面的一个收获 就是你懂得了什么样的 什么叫思辨能力 什么叫批判性思维 其实是基于好奇嘛 就愿意知道 愿意知道更多 那这个了解 真的带来了情感上的改变 转化可以说 那我看得更清楚 其实我知道 我越认识他 哦原来他是这个样子 他不像许多人描述的那样 一个残酷的呀 一个总是警察一般的呀 总是要找你的纠错 对 要跟你过不去呀 他根本不是 你 你怎样 他也是爱你的 所以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 对我来讲 生命的一个 可以说最重要的礼物 就是圣经 那对人的认识呢 因为人都是带着缺点的 一个普遍的状况就是 我们或许跟神建立关系 跟天主建立关系 更容易 可是进入到于神的 于人的 这个真正的情谊 我们真的是一个团体 我们真的是一个团队 我们愿意彼此支持 这个很不容易 那圣经的过程 就是如果天主看每一个人 用他的爱的眼光 完全接纳的眼光 接纳这个人 那我需要用怎样的眼光 去接纳 所以对上帝的认识越深 对他的信靠越深 可能对人的接纳度 包容力就会越大吧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的 学习了批判性的思考 是 你觉得这在 基督徒需要批判性思考吗 当然 当然 那为什么重要 我们并不是 包括圣经 不是你读到了这个话语 它就是 就是如我所认为的那个意思 它可能有更深更广的意思 那一个人要有思辨的 足够的思辨的能力 和批判性的思维 我才愿意去挖掘更内在的 可能是多方面的意思 进入到立体性的读经理 那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的一个层面呢 就是 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你也不能只是看一个层面 如果我们能够对话 那我们看问题的角度 和我们处理问题的角度 包括处理人际关系的层面 也会不一样的 尤其基督徒 特别需要思辨的能力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对 我觉得这个明辨两个字 太重要了 今天的人很多时候是迷糊的 我们很多的错误 就是因为这种迷糊带来的 所以决定不清晰 人生方向不清晰 没有秩序感 全部都是迷糊 所以神起初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这种混沌 我就代表了人的所有的一种常态 如果我们没有明辨的人生 就是混沌 对 人生就是从混沌里边 慢慢地理出秩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圣经真的读进去 会给人无限的智慧 如果我们愿意走这样的一条路的话 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不敢 我觉得很多信徒是不敢 那对于圣经的阅读 它就变成了很浅很浅 我觉得真的和教育 和我自己的接受的神学圣经的教育 是分不开的 因为神是无限的 你可以无限地问 你可以问任何终极问题 它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是真的去学神学了 我才发现原来读书可以这么美 就是它这么内在地影响我整个的人 让我整个的人转化 教育改变人的命运 对 而且我们的神学教育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这个 教育是启发启蒙人 但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 接受的不是教育 其实宗教里面也有它的意识形态 真正能改变人的是教育 因为我们不断地是要去启发人 这种启发让我们走的路越来越大 跟我们耶稣所讲的你们要进宅门 又形成一个张力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基督信仰的价值观 和生活整个的融合在一起 那我生命或对人的态度也好 关系也好 是在打开 是在拓展 可是在这个打开拓展的过程里面 我持守了 我持守了非常本真的 比如我 我愿意活得真实 我愿意展现真的在神内的 自由的生命 这个都是需要勇气的 而且在灵性的领域里 我们都得用勇气去探索一条 每一个人 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因此我用我的方式来活出神 愿意我活的 他的面貌 估计这就是窄门吧 挤出一种可能性 挤出一种可能性 当人生的可能性拓宽了 为人类的生活面貌 人生面貌 又提供了更多的一种选择 对 最好的继承者 就必然是一个开拓者 在犹太传统里面 就是非常凸显的可以说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要活出神愿意我活的生命 每个人都需要摸索出一条 对我来讲很独特的 这么一条路 圣人没有随波主流的 他一定是 不但成为中流砥柱 一定是逆流而上的 因为他带着他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如果我总是想去复制 这就见假处理我的人生 我总是要开始一条探索 就是自己的 我努力这样做的话 我总会走过一段 黑暗的苦难的 就是低迷的迷茫的困惑的 这样一条路 可是如果我真的坚持 内在的核心的东西 就好像在黑暗里 我不自行熄灭 我能点亮的一点点光亮的话 好 走过这个过程 我就真的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相遇了 那这个相遇就会建立起真正的关系 或许我们有许多的使命需要答复 那我们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 我真的需要义无反顾的来忠信于这样的一个召唤 你说群体里面的爱 那我也在想上帝他也是公义的 怎么平衡呢 这个爱怎么爱呢 爱到什么程度呢 怎么爱呢 人爱跟公义 就是我们在谈爱的时候 就是它在具体的状况里 怎么我平衡出来呢 只能在动态里边去寻求平衡 它就像一个滚动的球吧 就是在关系里边 我们都要接纳包容 可是你接纳包容 到无条件 那最终建树了这个人吗 还是纵容了他 我常常过于强调公平 可能对人要求过于严苛 这时候我退一退 慈悲一点 他一定是在具体的关系里 具体的状况里 在动态里边 在分辨的前提之下 基础之上 我可能找到平衡 爱 你爱的时候 那要放一点 公义公平的东西在里面 这人本身自我要求很高的 那就给他爱多一点 对吧 对我来讲 她是一个非常真 非常有情 非常有意的一个妹妹 一开始的时候 容修女 给我印象就像哪吒一样 踩着风火轮到处转 然后她因为她要走遍各个地方去讲圣经 然后同时她又有一个很温柔的一面 我认识容修女之后 我就发现就是修女可以做得这么自由自在 可以做得这么真 然后就是整个颠覆了我 在我心目当中修女的这个 对修女的这个认知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一种跨越血缘的亲情 她对于学生来讲也非常的负责任 从她的教导当中发现 天主就是爱 在爱里没有恐惧 你十九岁来修会的时候 之前有谈过恋爱吗 没有 不能说有过 那你怎么会说 完全没有体验过人生的这个情感 当时我来是没有想这些东西 心思非常单纯 之后呢才意识到 哦 原来就像我渴望一个东西 发现它还包罗着其他的 在菲律宾读书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想法 我的美好青春 原来就此就葬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了 那之后呢很有意思的是 我去菲律宾读书了 就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这种 挂引号的恋爱经历 就是也是挺有意思 也是挺珍贵的 生命的经验 那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会有挣扎吗 对吧 会 人性会变得更加真实吗 会 对吧 那后面还是决定要留下 不走入婚姻 对 因为接触到的其实基本上是修道人 有一个 我很喜欢一个神父 可是他是神父 我是修女 那我们就有一个共有的爱的爱情经验 就停留在爱情经验里边 他不可能走入到婚姻 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有没有想过 那这个 你们天主教要改革 他的点在哪呢 没有人逼迫你过这个生活呀 对不对 没有你选择的呀 在生活当中活出修道生活的价值 这个是可以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有过婚姻生活 有过修道生活 那你觉得你们要改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在中国 就说当前的这种状况 特别需要革新的 是整个生命状态的革新 无论是修道生活 还是婚姻生活 无论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我们信仰需要挖掘出人的生命力 创造力 真正的潜力 活出 我们说天主愿意你活的 神愿意你活的 那个 你真正的最美好的样子 这一定是目标 对我来讲 这是 这是 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天主教比我们做得好 比新教 因为你们在社会慈善方面 一直走在新教的前面 因为 雷雷你新教的 你这样讲 可是我在和你们接触的过程里 我常常觉得你们做得很多 比我们好 比如你们的生命活力 就刚才我体验到的 这个层面不是更有活力吗 不是更有年轻人 点亮生命 然后对于灵性生命的这种渴求 不是这么的 这么的炙热 就这个方面 新教的是很好的 那 我觉得我们需要互补吧 需要互补 对 大家可以学习 一个真的是 哈尔维一的家庭里面 大家庭里面 彼此在多学习 我觉得新教是需要更多 像天主要学习的是灵修传道 是 因为这些是太宝贵了 谈到灵修嘛 就是在行动中静观 在静观中行动 或许真的需要一个平衡 我完全的投入 可是我真的需要定期的抽离 那这个定期是每天的 每天的持守宁静 足够时间的宁静 我之后在服务的过程里全能投身 一百五十人 是这样来上去的 上来吧 行吧 最早 我外来来回回的工作之后就在这里 对 你看 就这个 这就是我来回的那个 就是这个床 荣修女所在的圣旺修女会 隶属于河北献献教区 这里最早的信徒群体 由天主教来华宣教士 耶稣会是立马到神父所建立 1856到1966 百年历史动荡期间 献献教区在天灾 人祸 十亿 战争中度过 上千座教堂被毁 多名耶稣会士 神父被驱逐 还有许多神父在献献遇难 被葬在死地 1924年 在法国整王会的孕育下 诞生了圣旺会的前身 文革期间 修女会被解散 直到1986年9月重建 全部都是女医生 都是女医生 这边 如今270多位修女 在唐区 医院 幼儿园 养老院 麻风病院 缝纫 公益美术等领域 从事牧林与社会服务工作 他们满怀对基督的爱 为现世和深厚 最被遗弃的人 带来希望 令许多社会边缘人士 瞻仰到了基督之光 就是有时候 当你做了一个作品来的时候 你看它的一个成绩的时候 是很开心的 叮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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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很帅的 你是先在电脑上先 对 我是先把这个图做好 做好 然后再说到这边来 因为它有一个咖啡机用 它也就是你也要去学吧 它自学的 就是自学的 刚才就在说嘛 说这 它就等着 电脑是从你自己学的 电脑也是自学的 所以我也想过来跟你们学了 我们现在匠人精神太少了 太少了 大家都在吹牛 我们的服务的领域也是很广嘛 一两个领袖 它就讲机动性和弹性 公益美术十一块 大概心理领袖 我们加强心理领袖 这一块社会服务这一块 是我们未来还不断需要继续开拓的部分 你人也穿上这套衣服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它真的是一种特别的身份的标记 反之真的成为一种修道生活的象征 这几年修道生活 你有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如果我不度修道生活 可能我的生活会简单的多 我自己觉得 正是因为修道生活 原来你都想不到的可能性 现在都打开了 现在都打开了 我自己觉得 是什么 许多福乐 你们进入修会三月嘛 首评 首针 还有一个绝对服从 这个服从是服从会长吗 不是吧 不是 这个服从的核心一定是神 一定是天主 基督 圣神的引领 所以都需要分辨 如果团体的分辨是负责任的 这时候有了我们要服从团体的负责人 你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关于团体的决策 会有修会大会 五年一次 会定立这五年 起码是五年 甚至更长远的修会发展的方向 基本方向 那大会结束之后 修会会由会长参议会 整个修会团体一起 我们答复 我们分辨的 我们修会要怎样发展 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修会的发展 在这个参议会里 其实它也有它很独特的一些见解 比如它走得远 它看事情 看得就很聚焦 它的表达也很准确 在这个参议会的这个角色里 其实对修会的发展也起得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决策诞生是挺民主的 一个民主代表大会嘛 也可以这么说 大家畅所欲言 那没有中间有argue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不是大多数认为的 就是恰当的 我们在团体分辨里 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大家都觉得这样恰当 可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 两个少数的 它觉得这里有不妥 那我们在团体分辨的过程里 常常发现少数人 其实是我们更需要走向的那个方向 这跟中国文化又有点不一样 枪打出头鸟啊 只有丛林里面 大家都一样才是安全的 你稍微颜色不一样 你不被猎人看见 啪 把你打掉了吗 对 那怎么保护好这个少数的这几个呢 你尝试一针见血地点到这个团体里边的问题 的确我们有的修女 就是在团体生活的过程里 也会出现这种顾虑 那我能不能把安全的 而且足够安然图定的 把我心底的话讲出来 真的需要一个相对健康的团体氛围 那些少数不会它会有些危险吗 那大家有可能就把它们孤立起来了吗 总是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 特别难搞定 也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比如说团体里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有一个弱小的姐妹 那她明明处在一个 比如她被不正当地对待了 或者她有独特的特质被压抑了 那别人发现了 她自己或者没有勇气 也各方面 她没有机会讲出来 那任何人发现这种状况 都是会提出来的 总会有人提出来的 是吧 总会有人提出来的 我在团体里我就把自己说 我就是替这些讲不出话的人 要讲话的人 要发生的人 Speak for the voiceless 她的性格是很直爽 有什么说什么 很看重 很看重正义感 很有正义感 我觉得跟羞慧团体的姐妹 其实有一份真情了 她的生命 也会带动其他人的生命 那真正有神的这种民主 我觉得以耶稣基督为磐石的 我觉得只要圣灵有在里面工作的 我觉得最后都会走向 有一致合一的这个方向 你们在群里面可以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 你们全部时间都是待在一起的 这个关系 哪怕你此刻就是闹掰了 你必须要重新在群体里面 再次去面对 因为你要走向复合 因为我们中国人 就是不太愿意去面对冲突 我们更愿意觉得恰当的是 我们处在某种和谐的状况里边 我们不愿意撕破脸 我们不愿意关系搞得尴尬 这样的一种状况 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关系要走向深层 我们总要去面对矛盾和冲突 其实我读了弗洛姆的爱的艺术 我觉得他点了一点很好的东西 我们总是不一样 当我真的看到这种不同 欣赏不同 尊重不同 我们真正的这种矛盾 不但不会造成冲突 反而能增加关系 能照亮彼此 我觉得我在关系里边 这个体会现在是很深的 从弗洛姆 我觉得都是相通的 我在看卢云的书的时候 他讲群体制 其实每个人必须要回到个体里面 包括潘霍华 彭霍费尔的团契生活 你必须要有很好的独处 你才能够更好地进入群体生活 所以我就对于你们而言 你们是有十足的安全感 因为无论怎么样 你们是把这里当家的 基督的家 所以你们愿意去面对更深层的家人关系 现在的我们修会的团体的比较健康的层面 可以说大家真的把这里当家 就愿意把自己最好的 还是负责任 还是尽心尽力 因为现在很多人焦虑 都市人对吧 焦虑感没有安全感 这种没有安全感 很多人不停地赚钱 其实他是在物质层面没有安全感 让他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安全感 以至于他们在精神以及灵性方面 是完全停滞不前的 但我觉得修会里面的 你们这些人修女或者生父 你们没有这个层面 物质层面的焦虑 你们是有很充足的安全感 对 你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你就选择了一个质检的生活 因为大家都在努力工作 那有了最基本的需要 好 我们所有剩余的 都可以投身到使徒服务里边 如果这个成为一个 大家意识到的 比如现在年轻的家庭 意识到我满足 我基本的生活的需要 就可以了 我完全可以有时间和空间 去追求生命更美好的 更能滋养人内在生命的 这样一种状况 或许都会有一些改变 因为你们过的是 房屋公用的生活 是 是 是 所以房屋公用意味着 天塌下来 修会帮我 有人担着吗 担着 但我们天塌下来 自己担吗 修会从精神层面 经济层面 都会来帮我解决问题 我就某种程度上 这个其实是给人 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我昨天一圈逛下来 每个人这么喜乐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长处里面 找到了自己所占的位置 每个人都每天都 都很享受地去做自己的工作 其实在团体里边 或许跟家庭是一样的 它的前提是 我们有足够多的人 愿意承载它的义务 就我愿意去承担 其实你们修会 你说现在那个修女会里面 很重要一点 我刚才听到 保证在当地的中等水平 生活水平对吧 这是最智慧的做法 因为圣经里面 他说让我不要太穷 也不要太富 是 那今天很多都市里面的人 我觉得每天在生存里面 斗争里面 你说他们还哪有机会 去开发自己的潜能 哪有机会 还有眼睛 能够看到 明辨到自己说 我还可以往那个方向去走 所以大都市里面的人的生活方式 千篇一律 这是蛮可惜的 蛮可惜的 机械化了最后 对 所以我十二做的就是 抵抗人的异化 人的异化 对 一般的我们的生活用品 日常的 比如你住到这里 就会全部供给 全部都是供用的 那没钱怎么办 他会给你 有钱 我们每年好像一千块 零花钱 对 你觉得太少了 这在很多需货里还是很多的 关键是一千块钱 你买几件衣服 觉得也蛮好的 可能有的时候一千还花不到 真的 我前几天 但毕竟还在告诉大家 尤其女生 无论怎样 这个经济独立是开始 你共享可以 可是真的要经济独立 你们怎么达到经济独立 没有达到经济独立 钱都交给社会 要怎么经济独立 大家的嘛 你挣的钱给大家 你挣的钱 虽然放在一起 可是都是大家挣来的呀 你们是真的理解的 对呀 那一定是经济独立的 这它不是站在 个人层面的理解 不是 不是 是个人层面的理解 对 对 不是 对 你生病了 不用你申请 钱自然就完了 这样 因为你的钱都来了 你有什么不大家兜着嘛 所以团体生活里边的 很多时候 或许大家觉得 公义公平 对啦 对啦 爱公义公平 如何平衡 在父母 遇到生病啊 干嘛的时候 或者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又觉得愧对父母 对 我常说我不单愧对父母 我会愧对我所有的知心好友 为什么 因为好像你除了为人家祈祷以外 你做不了什么 是很无力的 祈祷不是为别人做最重要的事 是 对 可是 可是这也是一生要面对的 他为天主这叫会服务 是不是 天主自然会照顾 一娘子我也不得个感冒 也不感冒 也不生病 也不生病 那你不觉得孤独吗 哎 孤独什么也都刮了 我们早晨也有人来娘进来 因为这儿是个小洗澡所吧 刮上 哎 都不是生结果 你这个就是在家门口 圣堂 嗯 你就像一个圣殿的守门人一样 对 我就是看门人 一路平着啊 走吧 所以你在会对的话 主要是在物质层面 我发给他们 会对 真的 会对 包括在时间经历上 那你做修女这么多年 有没有什么遗憾 遗憾嘛 就是不能做母亲嘛 你一生带着这个缺憾 可是你又投身到一个 一个无法弥补这个缺憾的生活里 你也做修女 我很喜乐 现在 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生活 对我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可是做母亲怎么办 一生不可能满足这样的愿望 她就转化成了一个 一个更为深层的 哎 那你是很多孩子的属灵的母亲啊 对 可以这么说 可是这个遗憾还依然在那里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遗憾 就 就 就更渴望着能成为人 灵性的母亲 小孩是一个菲律宾的 你出镜中长的 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特别爱我 我记得他看见我 那时候还从来不知道 没有被吻过 我第一个吻 来自一个小女孩 很深情 当他说他非常渴望做一个母亲的时候 我真的我很理解他 但是他一生遗憾 当他看着一个挺着肚子的妇女 他那天也会有很大的失落 所以他很真 你学习旧约西伯来圣经 那你从研习西伯来圣经过程当中 已经你实地考察以色列这个国家 或者说你去了解他们这个民族 你觉得以色列或犹太人这个族群 真的是比其他民族优越吗 如果要说犹太民族 现在真的很优秀 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从比例的比其他民族都高 这个是公认的 可是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多么优越 而是因为他们经历的苦难 他们破碎的经验 那为什么经历这么多苦难 他们还比其他人类更加卓越 苦难给人的意义是什么 对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人生总是脱不开苦难的 以色列民族到国破家亡 到这种彻底的被毁灭的这种破碎里边 他们并没有最终选择放弃与神的关系 这种不但没有放弃 他们更抓住了 拉住了神 就是拉住了上主 那无论如何 他们渴慕着生命中更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信仰的真正的态度 而不是我妥协当前的这种破碎的生命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天主愿意我忍受的 好吧 那我就顺服 我觉得这种状况 这不是真正顺服的状况 真正 因为神是一切美善的根源 那如果以色列民认命了 在流亡的状况里边 那他们就接受了这种现状 而没有真正的对于上主的渴慕 那这个不够的 可是他们有一个更深的 比这个更内在的一个渴望 就是我们还可以回到家乡 因为那是神许诺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我们要死而复生 经历死亡不怕 特别好 所以以色列民族多次 国破家亡在苦难当中 他始终选择他跟上主的关系 始终选择 最后都会选择真善美 最后在即使在绝望当中 依然选择有希望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才是信仰的根本 人生不是单单为了承受苦难 虽然生命必然要面对苦难 可是我真的认为 现在我们不要 尤其基督徒 就觉得好像我受苦 是必然的 是被十字架 对 这个是不够的 就是我接纳苦难 可是苦难并非 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 就结束了 他复活了 他是在经历死亡之后 生命又有了新的生命 就像一个人一样 一定要经历苦难 你自己为什么要写 这本书我已经读完了 我觉得确实通俗易懂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看 我觉得2020年将会成为 21世纪最重要的年度之一 在这样的一个大疫情当中 我觉得我收到你的这个书 我觉得我们集体都应该是在哀怨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写一本圣经中的哀怨传统 其实这是对于中国人而言 这不是很吉利的东西 可是对 我研究哀怨是为中国人写的 之所以我进入到哀怨里边 也源起于一个非常个人的经验 就是我们一个同伴的修女 车祸去世了 她的母亲就以非常迁 就像约伯 就像一二章的约伯一样 天主赏赐着天主收回 愿天主的圣命受赞美 就在当下那个状况里边 我就惊呆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 在这种状况里依然赞美 而且呢 我觉得如果这个神 就如这个母亲这个样子 我是忍受不了的 所以我和天主的关系 就犹如就像吵架一样的 就是盖上了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她是一个普通的 年轻生命逝去的时候 我们虔诚的基督徒 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表达当时的这种状况 我觉得我们哪有问题 那开始读圣经 圣经里发现 哦 原来我们不必要这样 我们可以像约伯一样 我们可以像爱歌的团体一样 我们可以像爱愿诗篇圣勇的 这些作者一样 我们不用这样 我们可以把心底的所有的话 全部倾泻而出 而且中国人 我觉得我们背负了历史的 许多重负 那我们无以 我们没有诉说对象 那何必我们向老天爷诉说 我们向天地诉说 就是它是可以打开了 所以爱愿 在和荣修女的交谈中 发现她是一个既能够深深的进入苏灾 进行文本的研究 同时又不断地会 她的根是在大地深处的 她对中国的教会 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真实的生活 教会真实的出行 她非常非常了解 甚至她的很多的研究 都是在这样真实的生活促进中 出发来进行研究的 这些这是非常的可贵的 那爱愿的结果会是什么 我正是因为关注圣经中的爱愿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活的里外 都很真实 无必要掩饰 那真实本身就是力量和自由 因为无以掩饰 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我不这个样子 她也看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何必呢 是不是 我所有的重担 我所有的状况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摆上啊 我都可以 我承担不了 那你跟我一起啊 我不要逃避 希伯来的正典里面 在正典化的过程当中 他把这样的哀怨的传统 保留在圣经里面 不是说圣经就是一派喜气洋洋 永远都是希望 不是 绝不是 平衡了整个圣经 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民都可以这样哀怨 我觉得在约伯的哀怨里边 就是特别独特的一个就是 他可以用这么真实的 内在的话语来描述 神是对他而言 上主是怎样的 他并没有单纯的接纳 传统告诉他的 你必须接纳 神一定是 神一定是公义的 他之所以这样对待你 一定有他的原因 无论怎么样 之后约伯 毫不顾忌地 把神描述成他的敌人 不但神一个人来攻击他 把他当作他攻击的对象 他还率领千万大军 来这样对待他 所以约伯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而且这样的语言 我觉得会打开许多人跟神对话的空间和可能性 我觉得约伯记他也打破了一个传统 他不愿意接受传统的一种声音 就是生命纪的传统 其实就是一种因果的东西 那他完全不接受生命纪的这种神学观点 你遵行我的律力典章 你就一定受祝福 他从头到尾都坚持他是义的 对吧 他不是因为犯了错 所以才遭致生命这样的打击 但我觉得上帝就在最后就告诉他说 你们都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真正 所以我觉得敢于颠覆传统的人 他其实也是在开辟新的道路 没错 就是继承者是最大的开拓者 其实回到学术上 我们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 老师看你有没有原创 其实看你literature review里面 这些各家观点是什么 接下来你开批一条新的路就是 我不同意你以上所有的这些东西 提出自己的观点 其实都是一样 这才是最大的继承 你知道过去说了什么 所以我现在又提出了新的一种说法 但这个说法一定是 他有他的逻辑的 站立的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 都是相通的 没错 我们现在处在的时代 或许我们经历了当前的疫情的状况 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没有经验过 因为当前人类的状况变化了 整个的生存的环境在变化 那我们的回应的一定带着创新 一定带着拓展性的 你觉得怎么样的女性最美 我有一个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总结性的东西 就是一定是经济独立 思想独立 人格独立 而且我一直相信 女性一个民族强 一定女性强 这个民族才会强大 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格 才能进入到真正成熟的关系 而且她的独立的人格的基础 是在她有独立的思想 思辨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的基础 一定在于经济独立 那你怎么定义经济独立 在现代如果定义经济独立的话 或许很简单 因为有工作 因为有薪酬 不过我觉得我这里谈及的是一个拓展开来的 比如修女 那有的时候她没有看到明显的薪酬 或许有的母亲也会是这个样子 对 家庭主妇 对 家庭主妇 我说她们要进去怎么办 对 她们怎么办 生命是在拓展的 在成长的过程里边 那她把自己最好的价值活出来的 那我很喜欢一句话 说再没有比退化的人更丑的了 所以如果谈美嘛 那就是人在不断地成长 人在不断地拓展 总是会发觉我生命当中 可能之前没有机会发觉的一部分 那这样的人一定是越活越美的 尤其是女性 对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女性 你在修会里面有感受到 或者说你在教区里面 有没有感受到女性被压制啊 或者类似于 会有一些 包括现在 会有一些 让你觉得不恰当 一些状况 这个不是针对我自己的 是针对普遍的一个 一个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 非常重要的 你要有足够的独立嘛 就是自由 来活出你认为有价值的生活 不一定非得要获得别人的认可 怎么怎么样 这是一个前提 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 Work hard in silence Let your success make the noise 你就只管做啊 你做得好啊 别论怎么样 那没关系了 我就只管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我们在 在生活 使徒服务 社会服务 各个层面 做出我们能给的 那别人尊重不尊重 或者怎么样 也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我们多少可以改良 我们所处的环境 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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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会里面的话 如果是单单的 就是 就是 不会吃穿不愁 然后也没什么 这个压力 那个压力的 然后就 就这样了 所以就特别可惜 这种状态 特别可惜 所以我觉得我们 同的 新教跟天主教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说 你们觉得要有压力 稍微有点压力 会更好的成长 对我们是压力过大 就觉得 人都去解决自己的焦虑跟压力 哪有其他潜能的可别性 我们想 稍微能够轻松一点 你站在一个新教的局外人 又是个天主教徒 你觉得新教跟天主教之间怎么样互动 能够更让彼此成长 我接触先教的这些 就是弟兄姐妹们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好的 跟大家在一起 无论是怎么样的场合 我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就觉得我们就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 因为我是学圣经的嘛 圣经其实是非常大功的一个学科 在我自己的培育里边 同学老师里边 没有分天主教徒 新教徒 有太传 没有 我们是一个真的大功的 本身就是对话的 本来我们就在一个共同的一个传承里边 我觉得我们需要向新教学习的 就是信仰 就真正的进入到人的生命里边 那人的生命就因为和信仰的这样的真正的触碰 而真的发生改变 那新教其实有许多年轻人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那这个呢在天主教会里边就是这一部分是很欠缺的 我在观察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新教里边 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很有思路他很有想法 而且他有具体的步骤 那这个是我们要学的 就是组织化系统化 做事的效率 这个这个这个方面 很有意思 而谈到天主教就是能给予的 估计就是祈祷的分辨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在这方面 或许是 灵修的传统 对灵修的传统 你原先是准备去新教的学校读圣经学的吗 对的 因为圣经学嘛 那新教一定是更强 那我真的是特别渴慕去新教的大学 因为你和我不一样 我就想去看看你到底是什么 我可以学到更多 如果给我带来的挑战更多 我不是可以学到更多吗 可惜就是不知道 这个愿望是没有达成